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有人捐了$250 现场有女性的观众 我觉得就不好了 我也不想 实际上我是左青龙右白虎 后面有个观音 所以不想大家看到 教坏小朋友 是不是 大家看《文匯报》学历史 我觉得这位听众真是金句相当之好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Joyce Lee 她说如果教育局拿《文匯报》认识中国历史 那不如拿《龙虎炮》来教性教育吧 刚才我们说的是高铁的大白杖所引申出来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最后的节目会讲这个抗税运动 我觉得迟早来的 真的 迟早会爆的 香港人 你问我 叫他们讲双普选呢 他们就会退到很厚的 政治一点我们不懂 但是如果他们目睹 当他们在急症室 他自己或者他的家人 是六个钟 八个钟都不能上病房 然后那些护士告诉他们没有空 或者他们不想出院 但是硬硬要抵抗他们出院 接着你发觉 一百亿 二百亿 三百亿 扔到他们这些基建那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抗税运动的开始 还有 沙中线 现在777已经说了 你看到沙中线出现了很多问题 接着 山竹来着 山竹的台风来着 我又看山竹来了之后 你看看我们的沙中线 会有多少的流水 那些工程的高铁 水浸 浸坏了那些电子设施 大家放眼看 我自己就在这里说 你看看那条线 那些记者朋友也帮忙看看 会有多少的问题出现 好了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们觉得在这一节 要谈谈抗税运动呢 是因为你看到过去香港 有这些沙中线问题 高铁超至 港珠澳大桥 那些大白象工程 现在还不止 还有小白象 现在不止 还有这个劏房波 还有这个689 我自己觉得有689分 就是把港人的储备 投资在一带一路 这些高风险的项目 为什么我 我觉得不如去澳门赌一局 你问我 我能愿益何彤新郎国 投资在一带一路的风险 是高于澳门赌大小的 我告诉你 绝对是 你看到 我们一向过去所说的 储备 所谓的投资是以什么 是以保守的 保本 保守 保值 这个过去陈德林多次 已经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的 performance 会是这样 你认为我们赚得不够 大哥 你不要当我们是 投资在那些 会赚很多 不是 我们是投资在那些 债券 就是那些低风险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会 比如说 你觉得股票 2006、2007 升了50% 升了60% 我自己投资 比你更好 不是的 我们不是这样投资的 突然之间 这个通网波 透过网织说 我们现在决定 和央企一起合作 投资在海外的一带一路 第一 我不管你知不支持 因为这么重要 将香港人的钱 就是说银行突然间 将你自己放在银行的钱 拿去买毒债 是一样的 其实 雷曼爆煲十周年 就是说银行 没有资汇利 或者银行 只是在他的网址发表 就是说 我现在将你放在我银行的钱 现在投资在毒债 一模一样 他们的风险是高于毒债 好了 然后没有一个官员 包括财政事务局长 包括财政司司长 是面对 香港的记者被人问 去解释这件事 这下才荒诞 我觉得到现在 我觉得这件事 这个劏访波 在网上说了这些说话 竟然是完全没有反应 包括我们民主派的议员 我叫了范葛威去追这件事 我告诉你 我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老实说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 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为什么要交税 你把我的钱 放在大海 比放在大海更差 过大海也有一半一半 就算买曼联也好 还有三分一 你买下去一带一路 那些基建项目 根本是必死的 不止是必死的 那些央企就是 本身必了那些项目来做 但是就是 所谓的资金 那个洞 填不够 就用香港人的钱去填 你要知道 所谓的投资的项目 是什么呢 包括了什么呢 就是 你不是说我输一元就输了 你还有 你是会不停注资下去的 就是说 现在是将债 变成股 然后将那些股 变成我们的财政储备 你不明白 再听一次 将一带一路 基建项目的那些债 变成股 然后将那些股 变成我们的财政储备 你想想 这么糟糕的方法都有 所以你问我 每一年 不要说交税 就算甚至 你免小我一年差响 我都觉得很不应分 我都觉得很生气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坦白说 交税了这么多年的人 现在对我们来说 真正有用的是什么呢 公共医疗 1970年 伊丽莎白医院 曾经是英联邦 在亚洲的无犯医院 是整个英国 在亚洲的最好的医院 我们是得享于这样的善政 如果不是香港的婴儿腰折率 怎么会减少 怎么会香港人的寿命 现在是86岁 平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 根本现在这个体制已经爆煲 医疗就是我们会用的东西 其他的福利 坦白说 我们也没有机会得到 房屋好 教育好 什么都好 现在只剩下一个东西 你们看到 轮后急症室 你想想如果我们有早一天 外面有一条左脑上来劈我们 Lance送我们去急症室 接着医生就说 徐少说你脚都没脱落 等六个小时 接着医生说 你的手都快要脱落 等来都没用 对不对 你想想 这个是我们引以为傲的 National Health Model 英国的National Health Model 你是澳洲的听众 你是英国 加拿大的听众 你就知道了 这个是所有英联邦国家 是一样的 但是你只要比较一下 这个National Health Model 在所有英联邦地区里面 现在最糟糕是谁 不是肯瓦 是香港 是急症室淪候的情况 和那些医疗失误的情况 已经是去到无日无知 插错喉 抽错谈 不给药 现在医疗事故是什么 是放在C3搭 已经是没有人再留意的了 即是我们公共医疗的质素 曾经引以为傲的公共医疗质素 是纳税人给那么多钱 我愿意交那么多钱 原因是因为我仍然有一些东西可以拿回 我不坐高铁 我不去港珠澳大橋 什么都跟我没关 但是现在你连我这东西都没有 你明白吗 他给你的就是垃圾 现在根本是 为什么那些医生会不断流失 为什么曾经是最好的教学医院 马例医院 会有这么多医疗失误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很简单 医疗就是钱 你没有钱投放下去就是这样的 你问我再交税来做什么呢 好了 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抗税的后果很严重 我们就聪明一点 是 我想说一说 其实这个抗税行动 曾经2014年有人提出过 杭田山和何之君和何秀兰 提出过的 是的 搞过一个运动 不过似乎效果一般 抗税运动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 其实抗税行动 是所谓的不合作运动的其中 一种方法 什么叫不合作运动 大家都知道 始作俑者 就是我们的姓洪这个甘地 整个理念就是 你怎样可以协逼到政府 去埋桌跟你谈 你就是要拖垮他的施政系统 所以不合作的意思 你要令我合作 你的政府才可以顺利施政 所以如果当政府 有一些不合 叫做恶法好 或者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好 你就可以采用不合作的运动 去拖垮他的施政 其中一种就叫做抗税 就是其他的罢工 抗税就是聪明 我觉得你要合法地抗税 很多人就说 抗税一定非法 不是 我们交的税收里面 有一部分是愚缴的税收 不是只是交我们 过去所赚到的钱 是愚缴了我们 未来一年要赚的钱 其实愚缴制度 你可以谈谈的 你可以告诉他 你只要跟税局告诉他 我就是说我预计我会失业 我没有事要做 你卖我预缴 第一 第二 分段交 他本身已经是分两段 再分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自己 跟他说 不过你跟他说 你要跟他谈谈 你不作谈谈谈 也可以 为什么呢 你可以透过分两段 首先第一段 你不要不交 先交了第一期 然后第二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交十元 他不可以立刻罚你款 首先说抗税行为当中 你有很多层次 第一 我直接不交 你直接不交的话 你的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是 他多次催你不交的时候 第一 他会先罚你5% 然后你也不交 他会增加10% 如果你还是不交的话 他就会 不让你离开香港 扣押你资产 你再不交的话 他就会告上法庭 然后 如果你也是不交的话 你就会 申请破产 这个就是整个过程 但是 你不想走到这个过程 其实中间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包括 你可以透过 将你那个 譬如我当你五千元 分开两期 的话 你可以 分开 譬如说 每十元的一张支票 然后 我交 譬如说你五千元 十元就是五百张支票 他就要准备你五百张支票 我不是不交 不过 用五百张支票来交 第二种的方式 就是 为什么说五百张支票 你增加他的行政成本 第二 就是说 你交静一点 交静一点的时候 他就会多次出信 然后追你交 交静一毛钱就可以 你交静一毛钱也可以 我不是不交 我交静一点而已 这个过程当中 就增加了所谓的政府 在处理你这个税务的成本 如果 当然你一个人做就没用了 但是你想想 有十万个人做 五万都死了 香港交税的人很少 有五万个人做 譬如说 所以一个人做是没用的 这个 大家听清楚 我们是在讲解抗税运动 我不是在鼓吹大家做 我是在解释什么叫抗税运动 这一件事 以前上一次 为什么韩练生他们会失败呢 我觉得 就是你的目标 他们觉得太过离身 什么双普选 这些什么 为了689的管制和双普选 是的 但是太过离身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时机一路一路成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你会自高铁通车之后 我觉得 包括港珠澳大橋之后 这些大白象工程 即是叫做中国模式 其实是中国模式入侵香港 就是将一些没用的基建 输出 所谓过程产能输出 香港 即是说中铁建 中国海外 中国建筑那些 基本上都给了些无谓东西 而他们赚钱 好了 我们继续去赚钱 你给乌干达 就是你 实际上是在赚钱他的铁路 但是香港人不是 香港人比乌干达 是因为我们自己掩抗的 那些是我们的财政盈余里面 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去掩抗的 是支付给中国海外 中国路桥那些人 乌干达反而不是 乌干达就是习近平 判了他们 是送给他们的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比非洲国家 我们比非洲国家 我们比非洲国家 香港人是歧视重庆大厦 你别以为你比他好很多 在习近平眼中 其实我们比非洲人 我们的高铁是用我们的河包 西九也是用我们的河包 现在高铁和港珠澳大橋 和河套区 河套是一个好的例子 香港人出钱 当初又说地权搞不清 结果所有人都由香港人出钱 跟深圳湾口岸一样 连赔那些鱼排 那些鱼 那些鱼帽都是我们香港人给钱 那些石 他们声称说那些石 都要赔的 是荒诞到这样的 在当时的深圳湾口岸 好了 河套又一样 平整好什么都出钱了 然后接着 你记不记得去年 一比五百亿 五百亿 五百亿是什么数字 是可以解决了 香港所有的医疗保险问题 都是在说五百亿 就是说老人家可以通过医疗保险 用医疗保险融资去聘多些医生护士 去令到医疗质数改善 都是在说五百亿就是大佬 一旦就在河套那里 河套那些公司不是香港公司 是深圳的科技企业 土地平整 是投资到别人的科技企业 对 其实不关我 你说可以请到香港小孩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做过计计 告诉我 河套区里面的科技公司 究竟聘请了多少我们香港大学的毕业生 我想问一下 你一给就知道 我当然是请大陆的毕业生 人工差距这么大 你当人是傻的吗 一对五百亿 接着是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的营运亏损 你以为通车之后解决 是通车之后的问题才开始 才开始 那是Operation Laws 营运亏损 其实所以大家 是每天 我们真金白銀 他在研究出来 给那七百个人 给那些营运高铁的人 还要什么 如果不达标 你看到和港铁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由香港政府去补贴 我写包单 我在这里写包单 高铁必然在未来二十年 都会处于规矩状态 一旦我告诉你 很简单 因为香港人 是越来越不愿意回大陆 我已经说了 大陆连几岁的小朋友 都说不想上去 有的 小明啊 上广州 还有呢 大家再说 困我们的东西 还有东江水 大陆 一百四十多亿 就好像葛佩帆都说 我们要少买东江水 是吧 是啊 这么大碗的港独意识 这个是 吃了什么药 葛佩帆 好了 抗税 我们说 之前2014年的时候 抗税运动的主题 就是反六八九 以及争取双普选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可以开始 再考虑抗税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主题 你看到 越来越多香港人 开始对于 香港政府 使用我们的金钱 是有意见 包括刚刚所说的大白象工程 现在这个劏房波再加多一脚 就叫做 开户 来支持一带一路 我一看的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映就是 我为什么要交税 我为什么还要交税 你去豪比赞比亚、乌干达的人 关我什么事 香港人没多威风 每天被你打 你习近平一人威风 不是中国人威风 是你习近平一人豪比你 但是我补充一件事 我现在 其实仍然是 有点懷疑 整条招式 是不是六八九 牵继 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 之前第一天说 我说 我觉得整件事有点忽略 就是觉得一带一路 就已经开始不太妥 于是急于提供这条理想 就令到什么呢 就令到他们两兄弟 可以从中有些游泳 妖宫与游泳 你想想 你不要说我诽谤 这个不是事实 因为我纯粹是揣测 揣测是什么呢 你看到 支持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 这个六八九就已经成立了一间公司 两间公司 退休之前 退休之前 这两间公司做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撮成这些资金 央企 和金管局之间的合作 合作 好了 很简单 你问我 我只有透明度 什么都是假的 麻烦陈德林拿出来 究竟哪些央企 你告诉我们 因为那些钱是我的 你都有份的 每一个听众都有份 哪一个央企 是什么项目 什么项目 上立法会交代 说完了 我不跟你拗 究竟是否应该投资 你的投资 你不用交代吗 你以为那些钱是你的吗 其实这整件事 其实是我们的 为什么六八九一 退任之后 就立刻成立公司 为什么立刻成立公司 你以为它是什么 帮助中国发展 它就看到当中的游泳 就是看到当中的游泳 这个我再一次说 我測度 我測度你自己本身的 现在的想法 这个不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好了 我再说抗税运动当中 大家不要觉得是没用 因为为什么呢 在1990年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案 就是戴卓尔夫人 就是因为 人头税 人头税 这个人头税就衍生了 当时有很多人上街 有三百人被捕 那些人就抗税 终于在同年 倒台 带卓尔夫人下台 不是被欺素坦那些人 那些人政变 对了马祝安上去 这个绝对是因为 当时那些人抗税 一个这样的行为 令到保守党 就觉得这样不行 但你不可以只是说 你要变成一个运动 你要变成一个运动是什么呢 有很多有公信力的人出来 去承认这件事 然后 抗税当时 是所有英国的大学生上街 你知道吗 人头税当时 是一个大规模的死亡运动 你只是自己拿几个人去做 一定死的 死的 告到你脱腹 所以我自己这样说 就是说 有关抗税运动 其实它的代价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比起其他所谓的 勇武抗争 勇武抗争 勇武抗争是最大的 代价是最大的 佔领运动 你看到现在香港政府的情况 都是会抓你坐牢 抗税运动 其实你可以有步骤地做 是可以持续拖住政府的行政效率 是相对的代价是最低的 很多人说没有用 其实不是 我告诉你 香港的公共财政的纪律就是这样的 如果它的收入是recurrent 它就应付政府recurrent的开支 如果那个是recurrent 非经常收入 譬如买地 stem duty 它就支付基建 公务工程开支 如果你想拖累政府 如果recurrent的收入急减 不能出量 它不能将那盆帐 在非经常收入那里搬过来 所以为什么阿松那时候 要把资源增值 去控制公务员的增长等等 是因为连续五年赤字 是经常收入下跌 是经常收入下跌 香港的税机很窄 不是很多人交税 如果你要考虑到一个 如果有五万人 由抗税 的叫做什么呢 好像我以前所说的 分断交税 这个是一个做法 分断交税 或者叫做不合作运动 另外当然 如果最尽的就是抗税 就是不交税 不交税 这件事情 当然 会对政府的影响最大的 你到最后不交税 如果你有五万人的时候 他要告上法庭 他的成本都很厉害 他要告你五万人上法庭 加上定罪入监 举例 到最后 告你破产 五万人破产 举例 我告你破产 这个 绝对是一个 他的行政成本都很厉害 他的行政成本都很厉害 他的司法系统都会弄 很高 是啊 不容易 他要告你五万人 这个起初 本来 就是戴耀廷 他的占领中环运动当中 其中一个想法 就叫做什么呢 占领完之后 自首 自首 然后大家迫上法庭 自便 起初是这么想的 你不就告你 要不就把所有人都捉入监 如果把所有人都捉入监 其实你的整个监仓 都可能坐满人 諸如此类 这些想法 其实抗衰运动当中 也有相同的逻辑 如果有足够的人数参与的话 那就会产生一种 拖垮政府 以至令他 不得不跟你 去坐下谈 我觉得很简单 现在所谓施政报告咨询 浪漫了 你看到他那天在答问题 那个死人的样子 根本是不得了 连收回单程证 都是红线 你现在不是叫林郑月娥 你变成了马鼎盛的老母 我叫红线女 我不听不到习近平说的 我移民去上海 我的户籍搬去上海 由广东 是由上海审批的 不是广东 不是广州审批的 甚至在国内的制度 都是这样的 这关红线什么事 对不对 根本就是乱来 在乱说 是在兇你香港人 认识你不懂 就算收回审批权 我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 上海人移居广州市 是由广州去审批的 为什么 如果你说是一国 为什么香港人走来 不是我们批的 大家是一视同仁 在这方面 你又不是一视同仁 以前是殖民地 所以你帮我们批 你不承认港英 殖民地政府 现在港英政府 没有了 为什么不是我们批 你接着就说 这是红线 这个呢 我就 帮七七七说一件事 只要他帮你说 不过我觉得 你也是说错话 就是因为 在港台的节目 他所谓的红线论 就是在港台的节目 当时有一个 不知是听众还是观众 就问他一问题 好像是听众 问他一问题 就说 其实所有的主权国家 或者主权地区 都有权 去决定自己的 入什么移民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 争取这个 所谓的主权 这个呢 七七七就听上一半 不听下一半 一听到独立 是 就已经 红线了 红线了 这个我就想跟你说 七七七 好心理 别人不是在说独立 别人是在说人口政策 甚至是在说 你这个 接收什么人 进来这个地方 一件这样的事 你不要一听到独立 这个字 就竖起 红红才行 这件事情 你反映出 这个七七七 是真的 对于 那种 女儿的 意识 是多么强 哇 很害怕 一听到独立两个字 听人家 整句话 真真正正的意思 是什么 他要维护 这个 习近平的权威 你看不到吗 他一直说来说 他都是习近平 习近平 习近平 所以他肯定是习近平 问题就是 我也说了 这个跟红线是没有关的 没有关 而且 内地本身的制度 都是这样的 北京 你要帮户籍去北京 你广州搬去北京 难道你广州去批吗 一定是北京接不接受 所以 如果 就算你现在说 什么中港融合 香港作为一个直辖城市 都好 他都应该有这个审批权 是不是 何况香港 一国两制 何况应该是一国两制 第一 第一 他对问题的掌握都没有 第二 就是已经是政治正确先行 什么都是政治正确先行 如果香港的行政长官 是这样的话 一国两制是完整的 因为一国两制 你要平衡的动态是怎么样 就是香港人要先站在一边 因为一国的力量是大到这样 我们相对来说是这样弱势 如果香港人不是站在一边的话 是不可能 令一国两制得到平衡的 现在的契弟全部走过去对家 你看《文匯报》那七十周年访计 你就知道了 连行政长官 人家只不过问你为什么不收回审不权 你说这个是红线 神经病 我觉得是神经病 已经上了路 今天谭凯邦在《立场》写了一篇文章 他找到1999年的时候 已经有22个人大代表联署 要求大陆容许香港参与这个审批权 即是说 22个人大当中 包括当时的郑耀堂 李铒飞当然会 马力和郑耀堂 即是说 连当时1999年 即是回归两年之后 当时的左派 都仍然会同意 这个审批权不是红线 当然不是 这个是大陆里面自己的体制 现在的劳福局长 张建宗 不是 罗志光 我在民主党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提出要拿回 新移民审批配额的人 这个是共同意 也是左中右的共识 现在为什么突然会变成红线 是你自己眼中的红线 因为你自己把这些东西 看到他一个小媳妇的心态 就是紧小慎 生怕这些东西提出 就会令到中共不满 令到习近平不满 所以就分析你香港人 这个就是红线 所以我说香港人 为什么你给他一个民望 说真的 你看到今次最新的 香港大学的民意调查 他的民望竟然去到五十多 而且还是很稳定 香港很简单 不是说猪 而是有一帮懒人 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猪的人 他们在投资、炒楼 就很厉害的 我认识很多这些中产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支持林郑月娥 不是 你再问他 具体哪一个政策 你支持他 都说不出 但是接着他就会说 一些似是非的道理 个个你都不喜欢 谁做 这个不是认识 我觉得 这个是一些nonsense 是废话 如果你支持林郑月娥 我就会问你 林郑月娥做了哪一件事 你觉得值得支持 高铁 故宫 你便说 但是没有 你问我 大部分的香港人 这些民望来自什么 是不思考的 那个官员没有新闻 民望就会升 包括郑若驊 一个潜见的律政司 只要他没有新闻 他为什么会不出来 因为他清楚知道 只要我没有新闻 我在民调里面 民望就会升 就是因为那些人 就是一种香园的心态 就是挺好的 没有什么 以前和黑劍都是这样 以前和黑劍 包括保安局长 现在做了人大还是政协 李绍光 全部都是这样的民望 高永文也是 抱嬰 高永文最棒的就是抱嬰 早上去那个地方抱完 那些做PR的朋友告诉我 都是神经病的 早上来完 我们那里抱 下午又再来 同一个地方去两次 他都这样的 他都不怕罗 你明白吗 这些无耻的人 你给他一个民望 你就活该死了 根本上 你再问高永文做过什么 香港的公共医疗搞到这样 他和他老友陈凯恩 全部都有责任的 其实是 一个就是他政助 一个就是 当时负责香港公共医疗政策的人 亦都是医生出来的人 现在突然间就变成民望高 高民望 我就是说这些就是 没得救的 你明白吗 不是说港珠 他们不是蠢 他们是懒 懒的意思是什么 他把那些心机放进去 炒股票 炒楼 去日本七月大减价 去哪里飞迫 去吃一南挨面 那些粉肠 其实777 就受惠于689 那时候的面子 现在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人们觉得 777 相对于689 都没那么多钱 对 面子好一点 就是这样 现在689 老实说 你想对付777 你就不要出那么多声 因为你越出声的时候 越帮到777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影衬法 对 人们觉得 你现在689 成为香港公敌 是的 于是人们就寄望于777 777 我又跟你说 我除了跟你说 777 你如果 只要 是 你想民望高的话 真的只是做一件事 落祸 落祸 689 你看看谁先动手 看689先动手 还是777先动手 看689堵倒你 还是777堵倒689 我觉得777 对于堵倒689 是毫无原念的 对他来说 你看到 689想堵倒777 为什么不做 689为什么想堵倒777 现在已经说了 他想下一届竞选特首 他还不堵倒你 这么高兴? 已经出来了 有关这个新闻出来了 这个抗税运动有机 真的 如果689重出江湖的话 田北俊就这么说 就说他重出江湖 他重出江湖 他搞这么多东西 就是想重出江湖 看谁先动手 但是说回这个抗税运动 我也是这么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提出来 是相对比 可以酝酿一下 不是说一定可以 但是可以酝酿一下 但是我觉得 就要有一些 搞手的 好像你所说 就是当然了 现在我们这样说的话 就已经 香港警务署 就可以引用这个 叫做 不诚实使用电脑 好像不行了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现在拼了 被人双叉 这个学政司 争共 你就不可以用这个 叫做 煽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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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使用国家安全 香港不是国家 香港不是国家 所以你不可以用煽动罪 林联芬 汤渣华 常常叫政府用来 告陈浩天 其实都用不了 但是这件事 我也是讲时机的 坦白说 任何这些 挑战公权力的运动 无论你是勇武抗争 也好 不合作运动也好 是要讲时机的 思路无功 就是你拼出来的 概念 就很难执行 我经常说时机是什么 你不可以假设 中美贸易战 和中国大量的银子 去对抗贸易战 这件事 是不会波及香港的 香港人很傻的 我告诉你 中国大量的银子 和扁张人民币 贬值 对抗贸易战 是必定会影响香港的 而中美贸易战 不是影响香港出口 那么简单 贸易战下一波 就是金融战 这个大家都看到的 你以为 1998年很久了吗 2008年很久了吗 1998年是亚洲金融风暴 我告诉大家 去到最惨最惨的时候 淘大花园 一个单位是60万都没有人要 60万都没有人要 大家已经没有记忆了 我觉得这一波 现在这一波 比1998年更强 比2008年更强 好了 我想问这一波 再来的时候 你所有 以往顶着你 那些港珠是什么呢 因为大家仍然 只要专心在股市 楼市都能找到 所以你后面那些 政治上的那些 拆鞋子 肉麻人 做些什么 卖港贼 他们不在乎 因为他们找到吃 好了 当他们的基础崩溃了之后 那就是时机了 即是已经入狱了 你记不记得 1998年之后 第一件事是失业率高期 唐英年的名言就是说 有生之年都不能重回 这个三点多的失业率 那时候是7点多的 失业率高期之后 跟着楼市负资产 跟着政府公共财政 连续五年赤字 要资源增值 同一个机构的教师入职 有人是拿公职金 有人是被逼拿NPF 一同一个职位 是不同的待遇 是因为政府公共财政崩溃 你以为很容易 连续几年的财政赤字 香港公共财政就会崩溃 我告诉你 就会崩溃 我自己的体验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经历过的 这次的情况 是会严重过刚才 1998和2008 现在你看 现在你未感觉到 你现在未感觉到 但是其实 很多很多的厂家 已经倒闭了 已经没有生意做了 这件事情 在刚才说的 1998和2008 都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 就是所谓的 整班厂家 是没有生意做的 那这班厂家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你说如果影响不了香港 我先举一个例子 这班现在影响得最厉害的 就是一班所谓的厂家 这班厂家 这班厂家 全部都在投行 现在已经在收拾 七七八八了 其实很简单 缺席好二三三 坦白说 对元秋、吴秋北 这班人来说 宫死也能吃 婆死也能吃 你只要看回头 在1998年之后 对梁振英来说 根本上对他的利益无损 因为他是吃政治饭的人 你听他说你就死了 如果你吃经济饭的人 你就必死了 因为这班人 就算经济崩溃也好 他们已经根本上上岸 第二 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捐献的来源 去收钱 是从来不受经济影响的 真正受经济影响的是什么呢 就是做小生意的人 真的在大陆设计厂的人 做转口贸易的人 小市民的影响是什么呢 你会通胀 因为为什么 包括了 你看到现在 你现在去吃早餐 你已经感觉到 为什么那些人吃早餐 会骂陶君行 肯定就是因为早餐贵 不是因为陶君行 不来做节目的 我觉得 他的家福 近这一年 这几个月 是差不多隔一个星期 隔两个星期 就加了一两元 这个是常识 你狂印人民币 以往靠什么 靠走到楼市那里 靠楼市吸收了那些钱 但是当楼市 已经没有人吸收的时候 那些人民币 就会造成通胀了 通胀就会输入香港 大家只会在那里吵 大家只会在那里吵 为什么去翠华吃早餐要三十多元 为什么现在面包越来越贵 六元七元甚至十元 一个菠萝包 根本你不明白 面粉是贵了很多 还有大家去街市 你就知道牛肉贵了很多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价钱 然后大家不觉不觉 然后继续觉得自己在催眠自己 就说香港多好 全民就业 那样那样 大陆为了应付贸易战 将会再大量开动印刷机的银子 他没有其他选择 我告诉你 影响得最深的 都是一帮基层市民 因为整个物价会飞升 已经是 食物已经是 因为是输入的 食物主要是中国大陆输入 质素下降 为什么鸡没有鸡味 蛋没有蛋味 因为质素下降 那些蛋基本上 豬有温味 你打出来 我经常说 为什么人们去日本 觉得吃日本的鸡蛋那么好吃 大哥 人家来的新鲜鸡蛋 我这么说 我去过英国 英国的蛋真的很好吃 我去九州 英国的蛋真的很好吃 吃鸡蛋 他给你蛋 就这样打到一碗饭 然后加一点醬油 拌了它就这样吃 我们小时候吃滚水蛋的方式 不过就是用饭来拌 老实说 我回来之后 我已经和我老婆说很多次 香港的蛋那么难吃 没有味道 完全没有蛋味 煎蛋没有蛋味 你真的蒸蛋没有蛋味 接着你会发觉 原来牛肉豬肉 有人说脆话三十多元 早餐你在做梦 你发觉我真的很久没有吃 你问我 因为太贵了 你问我 真的太贵了 所以你问我 为何那些上班 那些官堂工作的人 这么惨 下午 就算贵也好 脆话也要排队 如果不是你去那些 所谓西式的咖啡店吃 座底百一元百二元 你怎样吃 你找完之后 高通胀一路输入一路输入 你以为 和以前 十一十二%的通胀率 不为二 其实现在就不是 现在都在那些食物 集中在某一些商品那里 譬如相对来说 衣着鞋物是便宜了 相对来说 但是食物的food cost 一直上升都很紧 所以你问我 如果他再印银子去对付 和将人民币贬值的话 第一 人民币资产会外流 香港亦都会资金外流 然后跟着通胀 那你想想 对一个普通的香港人来说 你不要说买房子那些 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我当陈健康 给你一个蚊帖 现在这几天派了 给你一个蚊帕 那你的生活会是怎样 陈健康大使 我当王国卿给你罐头 给你罐午餐肉 那你的生活会是怎样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一个 你一开始说文明冲突 亦都是香港人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 灵魂考验 你究竟站在一带一路 站在中国模式 站在强国挖起这一边 还是站在普世价值这一边 现在不到你不选择 因为上面告诉你 其实你要选择 你要选择 王祖南选择了 梁列为选择了 到你刘德华 周润发 刘嘉宁 全部都要选择了 刘嘉宁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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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在2047年才會變 很多人很傻 還在說第二次前途問題談判 到2047年之前就會浮現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在2047年了 將你吸入大灣區 將邊界取消 然後將身份證統一 要不然我們怎會這麼急 推出一個這麼大數據容量的身份證 我們兩個月前已經反反覆覆 都不怕口臭跟大家說 這個假身份證這個新身份證 是有一個政治的操作在背後 那個將來也是我們的迴鄉證 也都是我們的大灣區的身份證 我告訴大家 真的不用說 看到了 我沒有水晶球的 我亦沒有內幕消息 只要你將那些東西 好像砌圖一樣砌在一起你就知道 將那些建制派的人 那些在上面有傘、有根、有牆的人 他們所說的言論 將它們黏在一起你就知道 大家保持回鄉證 那是歷史的遺物 因為回鄉證是政治不正確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殖民地年代的東西 所以以襲帝的思想 會取消回鄉證 然後用身份證 而那個身份證同時 會是你在大陸的居住證 亦都是你們的回鄉證 然後招收這些稅 就是同一套制度 同一套制度 你看不到習近平 奶媽說的嗎 你們回大陸都要接受他們的互聯網政策 為什麼現在高鐵不行 為什麼不習慣你們 然後他就說高鐵你也習慣 為什麼你在香港生活不習慣這套大陸的制度 融合的意思就是你要接受他們的制度 包括社會信用制度 包括大數據面容識別系統 包括一個無孔不入的數碼列寧主義 我要補充一下細良 包括大數據 包括面容辨識系統這些低科技 低科技 為什麼別人做不到呢 不是因為中國的科技特別發達 而是因為別人的民主政府是不敢做 是不可以做 唯獨是獨裁政府可以事無忌憚地做 你試試你在加拿大和澳洲 隨意收集公民的個人資料 然後拿來做數據庫 拿來做matching 倒台也像 我想政府 唯獨是共產黨可以事無忌憚地做 我告訴你 不僅是藝人 將來香港人都會有一個社會信用制度 所以這樣說 我也是又用回 好像王浩銘我剛才看到 是吧 不過他要上去20次才賣好費 我又用回文明的衝突 現在這個狀態大家不要太悔 為什麼呢 事實上就是文明的衝突 你看到中國邏輯與邏輯之間的衝突 到最後你買哪邊贏 你買哪邊贏 你買哪邊贏 你問我很簡單 我是讀歷史出身的 1949年之後 買美國人贏的 發財 買中共贏的 全世界 你想想 新加坡買美國人 台灣跟美國人賺錢 南韓、日本、香港 全部跟英美賺錢 泰國跟英美賺錢 然後你再對比 馬來西亞都是跟英國人賺錢 但是你對比一下跟共產黨賺錢的那些 老窩、越南、柬埔寨、北韓 那你就知道 其實答案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到的 現在所謂的中美爭霸戰 其實 我說為什麼大家不要太悔 我也不是悲觀也不是悔 但是我經常覺得政治就是這樣 你看回整個世界歷史也好 中國歷史也好 你看到 我不是覺得這個日本作家所謂寫歷史的終結 我覺得只不過他寫得太早 我仍然 我自己本人是相信 到最後 人類文明 仍然是以普世價值 是會贏的 這是我相信 我看看梁文道最近這兩個星期 雖然身在大陸 但是他寫這個納粹德國 英國人在三十年代遊歷納粹德國的日記 其實很有隱喻的作用 他只是說 原來當時的英國人 是很歌頌希特拉 在三十年代 整個史容柏林 是很整齊的 柏林人 這麼有國家的愛國意識 原來他們的納粹宣傳 可以凝聚整個民族的團結 是這樣去看整個納粹德國 當時的氛圍都是這樣的 等如今天去歌頌歌德派 去歌頌集帝統治下的中共一樣 原來這麼有秩序 高鐵可以走到300公里 全國的發展是100千里 和1930年代的德國是一樣的 但是你看看 今時今日 你想想 這些獨裁政權 如果最終可以統治全世界 或者他們的模式 是可以成功輸出對全世界的 這個人類文明 一早就已經毀滅了 即是說希特拉是統治全球的事 史太林希特拉加毛澤東三條彈散 都不行 是可以統治全世界的話 這個人類的文明已經毀滅了 所以為什麼最終當日 在50年代跟美國人賺錢的 包括新加坡 包括台灣 包括南韓 為什麼人家做到手機晶片呢 你以為台灣人南韓人特別聰明嗎 當然不是 你以為大陸人特別笨嗎 當然不是 是因為美國人在國際分工裏面 把這部分切給你做 那你伸足科學員 你以為我們香港科技員嗎 我們香港科技員做什麼 那些打BOTOX打死人的那些 就是香港科學員 人家伸足科學員 為什麼南韓人的晶體 半導體 由半導體 六十年代半導體 到八十年代做chips 為什麼會彈起呢 因為美國人是故意切了那個工作 那個工序 輸出去亞洲 給一些跟美國人賺錢的國家做 中國不是 中國是用你的錢 買我的基建 然後我來幫你建 這個跟美國人在亞洲的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美國人不是要你借美國人的錢起基建 是 他是把他的科技工業 他要升級的時候 他就把它切出來給你 然後你做他下游的產業 好 接著再切 我想問一下三嶺 你以為做那支 大家經常用那支三嶺原子筆 大家沒有用過 三嶺原子筆 0.3mm 0.4mm 那顆酒珠都做得到 大家以為就是很容易的事 其實三嶺重工是幫美國的戰機做雷達的 其實是 美國戰機的雷達系統是三嶺做的 火箭系統都有參與 為什麼美國人會信三嶺 為什麼不信中興呢 這個就是你跟美國人賺錢 和不跟美國人賺錢的後果 如果美國人當你自己人 他就會把戰鬥機的雷達都交給你做 你就可以做了0.2mm 0.3mm的酒珠筆出來 為什麼中國要是國家立行 才能做到那顆酒珠筆那顆酒珠 是因為人家根本沒有把技術轉移給你 你以為做晶片這麼容易 最重要是設計晶片那部機 黑晶片那部機 你都沒有 那部機是荷蘭人的 你連這個機器都沒有 你做的就是把那些Motorola的晶片 請一班文工 用哥士迪 就是曾近榮最喜歡用的 就抹了它 然後印了自己的那兩個大大字 寫著漢心的那兩個字 然後就向中科院拿錢 這個就是以前的 現在最新的那個就是 你記不記得 就是互聯網的搜索 龍心 亦都是一樣 將Google Chrome 那些檔案連名字都不改 自己全部抄過來 然後就向中科院拿錢 就說這個就是我們自主研發的搜索 以後我們用就可以 不用受制於美國人了 如果你相信它就死了 真正受制美國人反而是龍心 因為你的檔案 就在Google那裡抄出來的 這個就是 我之前在Facebook也講過 民族性格的問題 有時候很逼我 我真的不是想搶他 但是你沒有辦法 你今天中共為何必然敗亡呢 我告訴你 中共是必然敗亡呢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罵我 你自己不是中國人嗎 是其中一個因素 在中共的政權體制之下 整個民族性格都是騙騙騙騙的 現在中共的民族性格 不是因為我們的血緣 是因為整個社會文化環境 所以你要選擇 誰去營造社會文化環境呢 就是政權 所以香港人要選擇 不是唱不唱衰 我經常都說 香港人最重要 我記得我爸爸是做裁縫 他經常都說 我們做事要課真假實 你那個報道不是英國勇 你就不要騙人說是英國勇 你是日本勇 你就告訴別人是日本勇 就是我們小時候已經接受到教育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你打開TVB的新聞 我經常都批評這件事 每天都是解放軍軍演的新聞 然後洗香港人腦 因為民族主義 我們近代鴉片戰爭覺得屈辱 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 軍事上的崛起 就等於強國崛起 我不要批評這種邏輯 你要想一想 中國是不是軍事上崛起 這個問題 我敢寫包單 現在沒有一個學校敢真正去教 中國和西方軍事技術水平的差距 去到哪裡 我相信我敢寫包單 是沒有一間學校敢教 在通識教育裡面去講 究竟中國解放軍的海軍實力 和美國海軍實力的差距 我們連1970年美國海軍的水平都未到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美國的航空母艦 是已經可以用彈射座去射飛機出去了 因為彈射座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攜帶的炸彈的重量可以增加很多 中國還在用搖搖板 其實在澳門做賭場的那一架東西 就是這樣撩起美的遼寧號 這樣去起飛 中國現在連蒸氣彈射座 即是說60年代美國的航空母艦技術都未到 你不要說湖安江那條粉腸超英趕美 現在美國最新最新的航空母艦是什麼 不要說核動力 是用靜電去彈射 即是說它彈射上去的飛機所攜帶的武器 是會更多的 所以你想想這些就是我們作為香港人的資訊自由 你接觸到的東西 但當你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國家裡 你永遠都是一個小粉紅 你永遠都是人家隔過渣 才讓你去了解 所以我就說這個香港 慢慢會失去競爭力也是這樣 不是因為我們港道 不是因為我們抗拒中共 而是說當這種紅線論 是引用在你生活每一方面都有紅線的時候 你自自然就會變成 將自己調整成為一個大陸人一樣 然後你相信我們解放軍 是有遠航的能力 可以去到索馬里打海道 以為吳京是真的 然後以為中國的遼寧號是真正的航空母艦 你問10個人去街上問 問那些乘搭高鐵 買頭等飛的阿伯 他還抹你轉頭 他說你都不懂 我們現在中國的海軍都不知道多麼厲害 所以我777 作其中一個最大的頁 這個紅線論在香港 就是整個提醒香港人好像說 根據中國的規矩 這些東西你不能碰 那些東西你不能碰 這些東西你不能碰 這些東西你不能碰 我覺得這個就是 777 目前目前對香港最大的破壞 香港一向都不是這樣的 很簡單的問題 香港一向都是 我們什麼都可以碰 你看那些所謂軍事專家 上無線電視講的軍事專家 有哪一個直接指出 中國在空、海、陸、導彈技術 各方面的問題 現在中國戰機的問題 最根本是什麼 是心臟病 那個戰機的引擎是不能碰的 其實是 如果777就說這些你不能碰的 對,是紅線 777是紅線 這些 國家這些軍事力量 你不能說的 這些東西 就是這樣 當你所有的社會都是紅線的時候 我告訴你 將來就算你要喝紅酒 可能就是說要喝長城乾紅 一定是長城 是在智利大量收購那些 南美洲那些 過剩的菩提子回來 有一個紅酒都知道 現在中國的紅酒 哪有中國菩提子的 真的 你不要以為長城乾紅 什麼解百立 是中國種出來的 全部都不是的 他們的來源是來自澳洲 要是智利 阿根廷那些菩提子 不是騙你 所以我說 這是香港人每一個人 都要自己思考的問題 你可以跟進那條隊的 你問我 六十年代 你跟進那條隊 就是什麼 訂炸彈 勞校 勞公子弟學校 喂 吳秋北發 陳婉嫻發 但是你記住 吳秋北陳婉嫻下面 是有千千萬萬個勞校出身的人 是沒有發達 和炸了手去的 那些怎樣 誰同情他們 你住乾德道 他們住在哪裡 他們住劏房 所以我就說 這個你要明白 就算你要走建制派這條路 也好 你要走得比鄭詠順 健康比陳海恩 那你就會去到那個高位 但是 這個都是很少數很少數的人 而是真正大部分 走建制派這條路 就是塞在下面和中間 然後做一個永恆的莊腳 這個就令到我想起這個 香港一套很經典的電影 叫做無間道 這個就是建制派裏面的無間地獄 你以為能上去嗎 好 接著就叫你 這期不到你選 鍾樹根 走啊 要給陳家沛 接著九龍西那個 什麼 何什麼 我不知道 我都知道你講誰 即是經文聯本來已經是區議員 對 又打算去選 對不住 誰 什麼文廣 小黃昏的馬 小黃昏的馬 叫什麼 陳文廣 又不到你選 好像是何文廣 知道什麼文廣 又不到你選 因為有一個人叫陳海恩來選 所以我說這個是無間地獄 好 接著你回頭 頭都白了 然後你發覺 你一生歌功仲德 去拍馬屁 好像那些港姐 或者李家超 小時候開始看《文匯報》 說這些話 然後發覺你最終其實是一無所有 因為你以為靠拆鞋 是可以拿回來的東西 而不是靠能力 你是沒辦法杜絕一個 比你拆得更肉麻 拆得更噁心的人取代你的 還有一件事 色神裡面其中一句對白 就是說什麼呢 這個色神裡面就是說 喂 我喜歡 我喜歡是什麼意思 我喜歡是沒有邏輯的 就是獨裁政體裡面 他的邏輯你是想不到的 所以范冰冰會突然之間 會很嚴重 是 所以你現在排隊 有一天 那個色神告訴你 我喜歡 我喜歡就踩到你去地底 撕個蛋糕下去 對 你現在就是 你既是 如果說真的 你做到好像《文匯報》七十周年 然後你告訴你文匯不好 然後我看《文匯報》長大 你就跟那個 即是在那裡 谷屎的那個一樣 但是你谷到那麼長時間 突然之間 即是中國廚藝學院畢業生 這個唐牛 唐牛 即是谷得超 但是有一天 就是什麼 就是阿蜥神說 我就是摺你的頭 吃個蛋糕 因為我喜歡 即是你就算是 忠於我都怎樣 那極權政府是沒有你的邏輯的 總之有一天我摺你的蛋糕 對我有好處 我就會摺你的蛋糕 即是有時候 苦今追悉 當日我記得 英女王訪港的小學生 從來沒有人叫我們去 拿著一個花球 歡迎英女王 英女王去愛民村 我記得訪問 那些年輕人穿著背心 踢著一雙拖 在警察的欄杆後面 在跟英女王揮手 全都是街坊莊 是沒有人去洗太平地 然後逼他們換回那些紅領巾 然後到我們長大了 從來沒有人教我們 怎樣要去拆英國老鞋 怎樣要說一些 英國老喜歡聽的東西 然後呢 當時受英國控制的 南華早報報慶的時候 就去發表這些 港督在世父母這些言論 是吧 當時有的 就是港督退休送萬民散 是哪些人呢 是新界鄉新 唯獨是他們的 就是用萬民散去送那些大輪子 那些 但是其他我們從來不是 一個這樣的環境長大的 然後好了 接著 你現在看到 大家不要以為 《文匯報》那段的新聞 七十周年這件事是小事 這個是Benchmark來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說香港還有一個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是沒有沉默的自由 是你要賺大陸老錢 你不單不可以批評他 你要用最辱麻的方式 將你的責行獻出來 和馮檢基是一模一樣的 馮檢基的責行獻給西環 其他人的責行獻給中共 你以為好像黃安揭露那些 周子瑜那些 我不做的事情就沒事了 對不起 當你在信用制度裏面 你排到最後的時候 你想拿在北京鳥巢開演唱會 交貨 你要交單 你說香港人的腰骨有多值 我真的沒什麼信心 你問我 香港人的問題是什麼 我也是香港人 但是大部分就是衣食足而不知榮辱 衣食足要更多衣食 然後要下一代更多衣食 你問我剛才我們數的那些藝人 哪一個不是億萬富翁 哪一個不是已經錢多到用不完 但是為什麼不可以站在香港說一句人話 而是全部一起去加入拍馬屁的歌功頌德 去做國應國末藥做他的老爸 這個就是我告訴你 不要怪責共產黨 共產黨是一個照妖鏡 我整個覺得 是照出每一個人人性裡面的黑暗面是什麼 而當我們的藝人 一直一直在走這條隊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香港人罵完他們是不會的 我覺得不是 而這條隊會越來越長 真的 整條東區走廊都裝不完 你看到的 就是說 就是說 越是批評的人會越收緊 然後 其他人要賺錢的 就越是要用這個大棒子與蘿蔔的方式 去將他們變成最辱麻最噁心 當你做了一次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了道德底線 跟著那些就沒有所謂了 即是當李家超做完之後 我告訴你很快 下一次大公報報慶呢 我們的節目司司長 張建宗 如果你是羅志光 你是陳肇始 你是聶德權 甚至你是邱騰華 你看到李家超這樣做 你沒有壓力嗎 對嗎 對 對 好了 到大公報報慶 80周年報慶 要你寫幾個字的時候 你就會斟酌 只是一指封衡 夠不夠呢 所以我們剛剛 收不收貨呢 叫做off air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容祖兒的案子 我自己覺得 其實我們想說 你很簡單 祝你70周年生日快樂 那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時候 老闆說 不夠 不夠 這些很簡單 文匯報是不會直接找容祖兒的 他是找一個經理人 找一個老闆等等 然後他就會教你 你要怎麼說 不要緊 其實他還給你一個文章 你都不需要 他要你什麼 其實他是要你的嘴巴 餡是幫你想起來的 就給你讀 你香港人 我覺得很簡單 兩個字寫它 叫做穩食 穩食大過天 穩食穩食穩食 好了 衣食足 衣食足到一個地步 你都用不完之後 好了 然後你再說 為什麼你還要衣食呢 為什麼你不要榮辱呢 然後要跪下來去穩食 繼續去更多的衣食 我想穿不完 衣服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所謂的role model 其實香港已經沒有了 你只會看著一個一個幻面 你留意一下 現在不去大陸拍片的 導演還有多少個 還有多少個 是仍然在香港拍港產片的人 賭奇豐 他也分了幾條波特拉 他也很聰明 不過他支持胡蘇也能死 我覺得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越說越是越 大家聽完都是想自殺的 自殺之前先捐錢 下個星期我不在 我就去了不丹 我看看阿土 來不來 阿土 記住 今晚放你一馬 因為給面子 Jacky 下個星期 如果你的小狗喜歡咬人 就帶牠來 放在中間 當徐少驊說話一不適合聽的時候 指揮小狗就咬人 他說小狗經常咬牠 下個星期就靠大家 我將牠順化 如果大家想 可能不要脫底 或者多些來的話 希望下個星期 如果過到四字頭 四千個Live的觀眾 那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回來 我不用了 那你不要回來 我拍一張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再見 拜拜 喂 徐少驊 律政司說的奪字 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還暴力 隨時可以抓 但是說暴力 你救這個政府暴力? 那歲人的血汗金錢 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書枝 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 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鬧鬆 衝奪香港 喂 聚少驊 律政司